说到狂犬病 现在大家真的是人心惶惶 中华有名民众 在家里不小心被老鼠咬伤 因为担心会感染狂犬病 连忙将老鼠抓住 连人带鼠一起带到医院来看病 而另外南投有一名小女孩 不小心被诱欢给咬伤 也连忙送往医院 紧急施打疫苗 狂犬病人来获得 对啊 就是会赶快来看一下 手指被老鼠咬伤的李先生很着急 提着一个大塑胶带 在连忙赶来就医 而里面装的就是咬伤他的那只老鼠 让医护人员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你摸有手的啊 就要这样去 没有啦 那这样自己会给你啦 这名家住张话的李先生 在家里被老鼠咬伤 因为害怕会感染狂犬病 连忙将老鼠抓起来 一起到医院看病 但是医护人员也分不出 到底这只是前鼠还是一般老鼠 只能先帮他擦药再做处理 而另外一位78岁 确定被前鼠咬伤的老先生 则是立刻施打疫苗 野生的哺乳类动物 不管是不是在疫区咬伤了 都有可能需要施打 黄泉病的疫苗 一般的施打原则是 第一次 然后第三天 第七天 第十四天 第28天 总共要施打五次 而在南头也传出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被闯进屋内的幼欢咬伤 家人也连忙将她送往医院治疗 好多家里呢 打开门就冲出来咬妹妹 这什么东西啊 幼欢啊 她要和施打疫苗后 女同已经暂时回家观察 医师也表示如果有被不明又欢累咬到抓伤 一定要立刻送医 不要大意